光严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最近我很开心,最好的死党要结婚了 在昨晚的单身派对中 好友表现出了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恐惧 不视心中有了别的爱人 只是不确定这一个是不是自己一生的所爱 我当然觉得他有毛病 却依然陪他大醉到天亮 最终婚礼如期举行 新娘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 但是我却偷偷告诉好友 如果你觉得累了,迷惑了 不如看一个这样的故事 缘分天注定 1994年的纽约市中心 弱大的商场饶时夜晚时分也是人流窜动 因为马上就是圣诞节 所有人都在争抢哪怕不起眼的商品 在那一双黑色的羊毛手套之上 两只手同时握住了他 男人和女人一时间都不好意思起来 他表现了绅士风度 希望君子不夺人所爱 他却觉得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一时间也扭扭捏捏 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第三个顾客 想率先抢下 他和他只好联合作戏 只为了让老人相信 他们才是这对手套的主人 对了,他要送给他女友 是啊,他要送给他男友 前言不搭后语的解释让老人放弃了 而这次放弃 让两个人第一次认识了彼此 最终他放弃了手套 他给予了他一次表示感谢的机会 他告诉他 这里是自己最爱的点 情有独钟 这一个单词是他最喜欢的 在他看来 人生无常 生活和生命都有着太多的不确定 而情有独钟 这一种意境犹如幸运的邂逅 让杂乱无章的一切变得命中注定 是啊,命中注定 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如同乔纳森发现了黑手套 如同他偶然间通过一副黑手套 认识了一位名花有主的英国姑娘 相比较乔纳森的热情 来自英国的他 甚至认为这仅是一次美丽的邂逅 原因很简单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伴侣 那么这一切也只能是一次善意的聚会 然而乔纳森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这么一个浪漫的季节 有了这么一次浪漫的机遇 乔纳森急于和对方发生一些什么 拜托,我甚至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一个 他觉得这个男人也只是猴奇的动物 一抹亲吻下 为今天的小插曲画上了句号 对于乔纳森来说 刚开始的激情就要被暗下去 表示谁心里都有些隔靴搔痒 回家时分 乔纳森发现自己遗忘了围巾 再次回到前有独钟时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那个不肯说出名字的姑娘 同时遗忘了自己让出的手套 那一刻已经是二次相见 有一种东西在两人之间生疼 是什么 他们或许说不清楚 只是在一种名为缘分的东西催化下 他们来到了市区最大的滑雪场 在这里乔纳森谈天说地 只是他怎么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 期间他知道了乔纳森最爱保罗纽曼的电影 他看见了姑娘玩笑下不小心摔倒 包扎期间 乔纳森注意到姑娘手臂上的雀斑 那一个乔纳森想到了先后座的故事 很久之前 在埃塞俄比亚 有一个名叫卡西欧皮亚的王后 认为自己是全天下最美的人 他的傲慢惹怒了海神波赛东 在那一天 波赛东把王后送上了天空 自那之后 王后头朝下 脚朝上 永远留在了星空中 而那个地方被称之为先后座 或许是因为这场难得的大雪 或许是他喜欢这个短小却有趣的故事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把自己的名字 联系方式写在了纸条上 然而却被狂风让一切化为了乌有 如果方才这是命运呢 这种想法让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所谓的缘分 那一刻 他让乔纳森在一张五美金上写下了联系方式 毫不犹豫地把这五美金放在了路边的商店 如果你也相信命运 相信缘分 那么这一张美金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手里 那个时候我就会打给你 你也就会相信我的命运 乔纳森深感不够 毕竟姑娘可没有留下自己的方式 此时对方拿出了一本名为 爱在瘟疫蔓延时的书 他告诉乔纳森 自己会在明早送出这本书 而这本书上会有自己的名字和电话 如同那张美金一般 如果有缘 我们终会相见 乔纳森终于忍受不住了 他气愤于姑娘的玩弄 毕竟这么美好的一夜已经说明了所有 为什么还要玩弄人 把一切又扔给了命运 激烈的质问让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拉住乔纳森走进了身边的华杜夫酒店 听着 你走进那个电梯 我走进这个电梯 我们同时在关门前按下一个楼层 如果我们真的在那一层相见 我们或许就真的在今晚有缘 眼见成功近在咫尺 乔纳森只得死马当作活马衣 而随着扔出的那双手套 乔纳森终于得知 原来他名叫萨拉 随着电梯门关闭 萨拉按下了23层 而乔纳森也在无意中按下了相同的层数 只是随着导弹的孩子胡闹 乔纳森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萨拉左等右等 那个他却迟迟不得出现 直到乔纳森靠招所有人帮助自己寻找 依然晚了一步 萨拉最终早一步进入了电梯 姑娘早一步离开了大堂 而所有的未完成 全部留在了那个呼啸的大雪之夜 那一天 萨拉和乔纳森第一次遇见 时间从来不雨 但是却回答了人世间所有的问题 七年时间匆匆而过 还是那个纽约 还是一个平凡的夜 今天 乔纳森订婚了 他的爱人依然是七年之前 那个准备要送出手套的那个女友 此党敌人很开心 因为这个自己认识了半辈子的朋友 也要在不久之后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 望着自己的准新娘哈利 乔纳森心里是高兴的 但是高兴之余 多了一份不确定 他说不出这种不确定来自哪里 似乎结婚越临近 那种不确定就越明显 甚至隐隐觉得 面对未婚妻 面对家人 扮演着开心和兴奋 都有了那么一丝的疲惫 因为在这七年间 他依然习惯于流连于深夜的纽约 习惯在每个旧书滩停留 寻找一本名叫 《爱在瘟疫蔓延时》的书 一本或许有着一个名字的书 如果七年的时间 可以看作是牛郎之女 那么如今的萨拉 却是看不懂自己的病人 明明很年轻的孩子 却总是满嘴念叨着灵魂伴侣 自己活了三十年 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最合适 所以对于爱情的质问 让萨拉一时间很是困惑 只是困惑的 不单只有萨拉的想法 当男友费尽心思 准备的求婚仪式上 萨拉却发现 那个自己心心念念的戒指 却比自己的手指 突兀的小了一圈 只不过 未婚夫是一位音乐家 那不久的蜜月旅行 却放在了寻回演出的日程内 乔纳森一直很喜欢高尔夫 但是自己却从未有机会 用一下最爱的酒肝 当忙碌于拍摄新的高尔夫场地时 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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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个萨拉的名字 灌入了乔纳森的耳朵 如果说即将结婚的乔纳森 到底为何迷惘 那么萨拉两个字 绝对是一顶一的一男平 尽管过了七年 那个神秘的英国姑娘 让乔纳森觉得 对方才是最合适的人 但是这一切在敌人看来 不过是好有紧张于 即将到来的婚礼 你总不能因为 七年前的一次浮光略影 就放弃即将到手的婚姻和幸福 乔纳森当然知道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逻辑 但是这种感觉 犹如看一部经典的电影 未婚妻如同那精彩的教父续集 但是你只有看过了教父初代 你才能懂得欣赏教父续集 所以兄弟 明白了吗 萨拉就是那一部初代的电影 说到这个份上 迪恩懂也好 不懂也罢 他明白 自己的好友是不会死心的 于是再次从最初的中古书店 开始着气 希望在婚礼前 帮助乔纳森完成遗憾 乔纳森也知道 找了七年都没有结果 现在这短暂的时间 可能没有机会 或许这一切都是婚前的恐惧 然而未婚妻哈利 却发现了乔纳森的不对劲 总是希望爱人 能用一次次的我爱你 证明自己在对方心中的重要 就在哈利收拾厨房期间 乔纳森无意间 发现了那个七年前的购物袋 这一次 除了那只只剩一只的手套 乔纳森发现了 当天萨拉购物的单据 这无疑是七年来 最好的信息证据 或许一切都还有希望 还有转机 对于萨拉来说 男友拉斯的音乐 自己无论如何 是欣赏不来的 好在她欣赏 这个浪漫奔放的男友 好在那个订婚戒指 修修改改 终于可以戴上 此时 拉斯再次得到了 演唱会大麦的好消息 只是一改再改的蜜月旅行 因为为对方 让开一切形成和计划 让萨拉突然觉得喘不过气 如同那大雨之中 根本点不然的烟 如同那突如其来的 保罗纽曼电影展 萨拉忽然想起了 七年前的那个夜晚 她也想起了那个神秘 却主动的男人 萨拉急忙找到闺蜜 依福 寻找自己内心的想法 依福觉得 萨拉是时候 可以放弃一切 不切实际的想法 高大 帅气 能赚钱 这样的男人 已经是很多女人 梦寐以求的 梦寐以求的人 不但只有萨拉 强纳森拿出 七年前的收据 再次找到商店 希望店员可以帮忙寻找信息 这是一个恪守规则的 古板店员 但是却在销售额的目标要求下 让乔纳森用尽千元的价格 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不过乔纳森失望了 如今商店已经没有客户的信息 就在乔纳森暴怒出手之时 店员带来了新的信息 当年的信用卡 单据副本 或许会在商店的仓库 如今的乔纳森早出晚归 甚至不知道该和熟睡的未婚妻说什么 萨拉也不知道 她在对于那张五美金期许着什么 只是她决定 自己可以出去走走 和伊福出去走走 而目的地很直接 正是那个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纽约 伊福很开心 毕竟好友在自己的生日 送出了旅行纽约的礼物 然而从旧金山到纽约 一路之上 萨拉的内心五味杂陈 她在期许也在疑惑 期许和困惑 也是如今乔纳森的感受 她在期许可以找到心心念念的家人 也不由得疑惑自己 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一次 敌人也加入了搜索大军 甚至不惜放下自己的复告工作 帮助好友 乔纳森终于找到了单群 然而单据上 萨拉的姓氏已经模糊 此时 店员再次送出提示 不如顺着七年前的地址 找到房屋出租管理局 这样就可以找到萨拉的信息 那一个 两人醍醐灌顶 与此同时 时隔七年 萨拉再次回到纽约 上车的瞬间 萨拉希望司机随便带领 去往任地的目的地 那一个 一副恼怒了 她终于明白这一切的惊喜 不过是萨拉希望寻找 那个男人的掩盖 你到底因为什么呢 我的好友 到底为何要放弃一切 去寻找那一丝的不确定 是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 但我能确定的是 在这飞行的一路上 我脑海里的 一直都是那个神秘的乔纳森 那个我曾一百万零 半个小时前遇到的男人 那个我几乎记不起长相 却记忆犹新的瞬间 因为我记得 在那个瞬间 整个宇宙 因我俩相聚而闪亮 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这就是我任由命运 带领我去向远方 或许只有这样 我的内心才能安宁 那一刻 萨拉的执着 打动了一副不忍的心 那一次 他们选择了 那家熟悉的华杜夫酒店 另一边 强纳森二人找到 大学时期的学弟 好说歹说 拿到了一个 七年前的地址和姓名 命运的红线再次被牵动起来 乔纳森在这里 拿到了下一个目的地的信息 一夫买下了新的钱包 在那个人潮汹涌的大街之上 同一条狗分别遇上了二人 而摔倒的人偶手中 让萨拉有了一丝 莫名的熟悉感 穿大街 过小巷 一个跑向布鲁克林 一个来到了高尔夫酋长 在这里 萨拉遇到了乔纳森的团队 坐在了乔纳森的位置 摸到了乔纳森 补出的口香糖 而乔纳森终于找到了 萨拉七年前生活的地方 原来 萨拉之前和男友 因为工作问题 在这里合租过一段日子 本想借助房主的画作 确定是自己心中的萨拉 却不曾想抽象的画作 让乔纳森再次受到打击 好在房主说出了 房屋中介的地址 那正是紧挨着蛋糕店的地方 那家蛋糕店 叫做情有独钟 七年时间 一切回到了原点 在情有独钟的店里 萨拉感谢依福 依然坚持陪着自己 但是依福不明白 如果一切都是命运使然 缘分使然 那么我们选择的生活 选择的目的又是什么 或许生活本身就是混乱的花生 更何况 你即将是他人的妻子 萨拉终于明白 是时候要结束这不切实际的梦 只是二人都没有注意到 衣服手中放进钱包的林钱 却有了一丝不一样的红色 命运捉弄 天意使然 家人刚走 公子到来 迪恩急忙跑上楼询问消息 但是看着楼上的祝福标语 乔纳森终于下定决心 是时候放弃了 楼上的婚礼标语 不到一个小时的排练临近 都在说明自己是时候放弃这一切 兄弟 我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征兆 这根本没有什么命运和缘分 我应该回到现实 回到我要结婚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不见到萨拉 不搞明白 你会甘心吗 此时的酒店中 依福遇到了自己的大学好友 正是乔纳森的未婚妻哈利 哈利诚意邀请依福 参加自己的婚礼 回房的萨拉也发现 未婚妇拉斯追了过来 拉斯察觉到了未婚妻的不正常 然而萨拉看着对方炙热的感情 终于决定 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就在这座酒店的大厅里 乔纳森在既定的排练中 一遍遍熟悉着明天即将到来的仪式 只是看着每个人虚假 且空洞的表情 乔纳森感觉到更深层的疲惫和痛苦 然而这一切 哈利早已察觉 对于哈利来说 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结婚 在这几十年间 自己早早想好了婚礼的一切细节 但是如今的乔纳森 让他感觉一切都变了 无论你在痛苦什么 如今你都要准备放开了 那一刻乔纳森终于妥协 他决定放弃这个梦 然而当哈利送出了自己的结婚礼物 乔纳森愣住了 那正是自己一直搜寻的书 那本在匪页上印有联系方式的书 萨拉托马斯 他终于在未婚妻的手中 知道了最爱的女子的姓名 你相信吗 我一直寻找的东西 竟然是我未婚妻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到了这一刻 迪恩都无法不相信命运的唏嘘 顺着联系方式 迪恩二人坐上了远去的飞机 而那个说出自己想法的姑娘 再次换来了男友的不闻不问 或许是时候停下了 停在七年前那一晚的回忆 停在了一切开始的原点 遥望星空 万千闪烁中 萨拉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个关于先后做的故事 那是一个把我比作星辰的感情 命运或许会捉弄人 但是感情从来都是来自于人的内心 当乔纳森坠坠不安的时候 迪恩说出了自己的情感危机 他和女友分开了 原因很简单 他们早已没了乔纳森和萨拉的热情 他们早已没了对于彼此心动的爱 好在兜兜转转 二人终于找到了萨拉如今的家 然而迪恩看着屋内嬉闹的情侣 没见过萨拉的迪恩 本能以为一切都搞砸了 黑暗之中 看不清屋内的乔纳森 误以为那个欢愉的姑娘正是萨拉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误会写满了故事 看起来梦终归是梦 总有一天是要醒的 梦醒的不只有乔纳森 此日清晨 萨拉独自坐上了归程的飞机 他终于和未婚夫说出了分手 然而飞机延误 萨拉本想借用耳机时 却发现自己拿错了闺蜜的钱包 而那张掏出的零件 正是当年被人写下联系方式的五元美金 那一刻命运终于如同萨拉所言 兜兜转转回到了自己身边 萨拉不顾一切的顺着地址奔向目的地 但是真到了地方 萨拉得知了残酷的真相 乔纳森将于今天早些时候 在华杜夫大酒店举办婚礼 当萨拉冲到现场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看起来自己还是晚了一步 然而工作人员告诉萨拉 这场婚礼不是如期的结束 而是新郎在一大早取消了婚礼 那一刻 萨拉哭了 她不知道庆幸自己还有一丝的机会 还是悔恨自己一直没有确定下爱一个人的心 从不解困惑到支持理解 敌恩如今回想起好友做出的事情 也不得不感叹 乔纳森真的交停了一切 哪怕没有找到萨拉 哪怕没有得到真爱 乔纳森依然放手了哈利 从此孤身一人 这一天 一只屌儿郎当的迪恩 送给了好友自己的结婚礼物 本想用于婚礼现场 象征好友走进爱情坟墓的复吻 只是在这回程的路上 迪恩把她更改了 并准备再次追回自己的爱情 无有巧纳森 有限体育台优秀兼致 及时红颜 复破婚盟 甘肠寸断下 遂于左销撒手臣还 享年三十又五 奈何君文质彬彬 功耳妄思平素言行 熟料杨寿将近之际 流露鲜为人知的浪漫 刹那惊艳化作迎回梦魂 便秘方宗 历尽一波三折 随本性情怀浮现无疑 呼呼 踏破铁斜方诀 一番心事浮东流 匹夫可以多其爱 不可多其智 人生际遇绝非偶然 上苍早已安排周详 丝毫不爽 欲真天人合一 虚信一字 此字古已有之 于今亦然为原而已 看着洋溢于纸张之上的文采 乔纳森也终于明白 为何这个调皮的傻子朋友 能凭借一杆笔 屹立于纽约时报 直到读完 乔纳森已经不自觉地 走到了那个滑冰场 然而有一个人仍未放弃 萨拉决定留在纽约 是要找到乔纳森 直到送走了闺蜜 萨拉才想起自己遗落在公园的外套 而那个外套如今就在乔纳森的手里 他很想找到这到底是谁的 却在这寒冷的场地之上躺了下来 我思念了另一只手套的主人 老天啊 你既然能下雪 既然能让七年前的一切重现 那么你能让他再次来到我眼前吗 念及如此 另一只手套从天空掉落在自己的面前 莫然回首飘飘洋洋间 有人独立于灯火阑珊处 事前事既定 今生莫错过之姻缘 事有情人终成眷属 无论道路和其殊途 因为我们有爱 即可照亮星光 因为我们有缘 却不惜一切找到彼此 我们会记住七年前的一天 今天如是 结婚如是 到老亦如是 本片完 缘分天注定是2001年美国清喜剧爱情片 又是一部自己小时候看起来美好 却不知所欲的电影 张爱玲说 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间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好赶上了 也没有别的可说的 只是淡淡地问一句 哦 原来你也在这里 有太多的故事告诉我们 缘分这个东西 太过华丽 太过奢侈 有些人错过了 也许一辈子也见不到 我可以为了一个小时候热爱的姑娘 在生活苟且的某一天 不顾一切的寻找 或许会找到 或许不会 只是动作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冲动 一种不甘 和一种对于自己选择后的否定麻木 没有人能在一份爱情到来之时 变得理智 也没有人真的面临婚姻时 不需要哪怕一丝的冲动 我选择相信对方 不是因为对方真的完美 而是他在那个瞬间 给了你想继续的勇气 或许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但以后的事情 没有谁可以说尽 过好当下 真心地和对方碰撞 已然足够 因为我一直记得 那天婚礼结束后 问其好友 是否还紧张后悔时得到的答案 哎呀 那天我真是一个傻子 而你呢 听完这个故事 有没有意思的触动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讲讲你的故事 或者你的看法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